接下来开始做一些练习 在现在在这里 一个就是前面的公式 i 等于 t 分之 q 另外一个就是串联跟并联关系 然后以后配合电阻就有更啰嗦的计算会出现 这个就是把图给你 过你这些的电流大小 这纯粹就是利用串联跟并联 串联的时候电流要相等 并联的时候总电流等于分电流相加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上面总共都有电流是6安培 然后上面有个灯泡是2安培 那么假灯泡跟我们的总电流是连在一块的 所以它就是总电流 它就是6安培 然后呢 我们的丁灯泡跟2安培的灯泡串联 所以电流要一样 所以它就是2安培 它就2安培 没有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雾 因为雾跟前面的上面的丁这边呢 是合起来是并联 并联就总电流是6安培 上面的丁是2安培 所以它就说 它就是4安培 4安培 然后仪秘呢 是电流 所以呢 在目前为止 因为我们还没有交电阻 我们还没有交电阻 我们就会假设它都完全一样 所以完全一样 所以走过来就兵分两路 两个分的就完全一样 所以6安培分给2个 就是3安培跟3安培 那以后的说法就是说它的电阻相同 电压相同 所以电流就会相同 那以后学电阻之后 它的电阻就可以不一样 那两个就可以不一样多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算 那目前又是一样 所以一人分一半 3安培 就很简单就这样解决 就是利用串联跟并联的关系 所以同理 现在甲乙丙丁4个电阻 甲是5安培 丙是3安培 那乙跟丁是多少 乙跟丁多少 就是利用刚才所说的串联跟并联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问的是 丁2号 2号 起立啊 丁多少 3 请坐 丁3安培 因为丙丁是串联电流一样 所以呢 如果丙3安培丁就多少 3安培 一样 那请问 乙呢 乙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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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25 25 2 请坐下 2安培 丙丁是串联 它的电流是一样 然后呢 乙丙是并联 总电流等于分电流相加 总电流是5 那丙是3 那另外加一个不知道 就是2 所以呢 乙就是2安培 就是刚刚讲过的 利用并联跟串联关系得到的 好 下一题一样 它只是画的比较复杂 但是它已经把你把箭头画好了 进来分两条路 又分两条路 又就会合在一起 它都把你把箭头画好了 分开 如果5进来 分开 这个走1 那另外就走4 然后呢 如果合起来 那这边有3 那边有6 它又变成9 就这样子 所以并联跟串联的关系 所以看图就会晓得 一般你把箭头都画好了 看它是缤分两路咧 还是好几条汇合咧 就会得到答案了 OK I3 3安培 I4 2安培 I5 0.5安培 请问你I6多少 I6多少安培 3号 3 就利用串联跟并联关系就知道了 5 4 3 你这样太慢了 很快就出来了 多少 0.5 请坐 I6 I6是总电流 然后是 I3 I4 I5 汇合起来的 所以呢 I3加I4加I5等于I6 它题目已经告诉我 I3也告诉我 I4也告诉我 I5 把它加起来 就是我的I6 所以总电流等于分电流相加 并联公式 那I1是多少咧 那就更简单了 I1就更简单了 I1就更简单了 你们班有34吗 有34号那个新同学 号称的 号称的新同学 你说什么 5.5 5 因为I1跟I6都是总电流 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呢 你刚才算出I6是5.5 那I1也是5.5 很简单 OK吗 好 最后 那I2是多少 也是一样 串联的时候是一样 并联的时候是相加 总电流等于分电流相加 可爱小女生 11 11 啊 你说什么 2.5 2.5 请说下 I1 你有几个I1可以分成I2跟I3 所以I2加I3等于I1 2.5 然后呢 你就知道5.5等于I2加 加3 所以I2就是2.5 我这里问了一个问题 有没有别的想法 有别的想法吗 I2进来分成I4跟I5嘛 所以I4加I5就会等于多少 I2嘛 也可以啊 2加0.5答案叫做2.5 也可以啊 不是 反正就是 分开来 合起来 串联相同 这样都解决掉了 就可以解决掉了 这就是我们的简单小练习 OK吗 OK 请写课堂练习